亞洲電視董事局星期一下午發表聲明 宣布接納張永林辭去亞洲電視董事兼董事局主席職位即日生效 董事局對張永林為亞視作出的努力和貢獻深表謝意 而亞視管理層和股東的股權就不變 聲明中沒有提到張永林提出辭職的理由和日期 亞視副總裁葉家寶表示 公司日常管理事務會由行政總裁胡敬英處理 暫時未有張永林的接任人選 中文字幕提供